从民宅客厅往外看 滚滚洪水已经淹没街道 原本的路面变成湍急的河流 景象非常吓人 美国加州当地时间10日 再度受到风暴袭击 风暴还带来巨大雨量 隔日11日凌晨 河流累积的雨水竟然冲破堤防 一流到北加州蒙特雷军的好几个社区 洪水流经的地区传出有居民丧生 还有上万名居民被迫疏散离开家园 美国媒体报道 洪水甚至淹没了一整个小社区 风暴带来的雨水 在10日下午就已经冲断多条道路 还造成断电 一度有好几万人 无电可用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 加州接连遭遇好几起风暴袭击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不排除这个春天还会出现糟糕的天气 要民众多加防范 华语新闻张元俊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